北京时间8月25日,亚运会南兰B组进行了唯一一场小组赛,伊朗南兰以68比55的比分有惊无险的击斑了叙利亚南兰。 这场比赛本来应该是一场差距神殊的比赛,但是半场结束的时候,伊朗南兰却仅仅领先了6分,最终也仅仅赢下了13分。 可以说这样的结果,还是让很多人感到意外,虽然有号称亚洲第一中锋的哈达迪,但是伊朗南兰在那些位置,却并没有占据太大的优势。 他们在篮板球上只领先对方三个,前场篮板球甚至只领先对方一个,范规数上双方的差距也只有一次。 之所以如此,是因为叙利亚内线,有一位实力不足的大中锋作证。 这位球员就是28岁的阿布杜尔哈布,对正伊朗的这场比赛中,阿布杜尔哈布拿下了19分,10个篮板,两次助攻和一次封干,两分球一共出手12次命中7球,三分球一共出手5次命中1球。 这个数据和哈达迪的12分,10个篮板,无次助攻,一次封干相比可以说是差距不大。 但是本场比赛,哈达迪一共出手了13次只命中了4球,所以单看这场比赛而言,阿布杜尔哈布的表现可以说是打爆了哈达迪,阿布杜尔哈布的身高达到2.18米,体重达到了115公斤。 虽然看起来瘦弱,但是对抗能力不错,从比赛中他的三分球出手次数应该能够看出,这位内线有一定的三分球投篮能力。 在17岁的时候,阿布杜尔哈布曾经参加过2011年的武汉亚竞赛,当时他场均能够拿下7.3分,5个篮板。 在2017年,27岁的他也参加过黎巴嫩举行的亚洲杯,当时他场均能够拿下4.3分,3个篮板,1.3次助攻。 但是在对战中国队的时候,阿布杜尔哈布并没有出战。 在2019年中国世界杯率选赛亚洲区的比赛中,他场均也能够拿下8.7分,8.5个篮板出色数据。 因为本次亚运会,许丽亚的核心球员马丹利,并没有跟随球队出战。 所以阿布杜尔哈布成为了球队的核心球员,而本次亚运会B组只有两支球队。 所以伊朗和许丽亚携手晋级,4分之1决赛中,许丽亚会面对C组排名小组第一的球队。 目前来看,有可能是中国排北南篮,也有可能是卡塔尔南篮。 不过无论是卡塔尔还是中国台北,这两支球队在本届亚运会的实力都不算强。 所以,面对阿布杜尔哈布领先的叙利亚,这两支球队恐怕很难取胜。 这样的情况下,中国南篮极有可能在半决赛中对着叙利亚南篮。 见识王哲林和周琪所组成的内线双塔,将会遭遇阿布杜尔哈布的防守。 面对这样一位高塔,以周琪为首的南篮内线恐怕,不是那么容易占到便宜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